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掌得主陶悠悠 遇亲友莫宣传 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陶悠悠 得奖第二天在北京家接受央视专访 直到获奖消息整晚睡不着的陶悠悠 表示今次获奖并不是他个人名誉 我想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 特朗诺贝尔医学奖是一个很大的英语 清合书的获奖是中国科学家全体的英语 陶悠悠又说 对于清合书对抗药质得到认同 证明中医研究科学 已获得国际科学界的高度关注 成为中国第一个华人 兼是第一个华人女性获得这个殊榮 他是家乡凌波的亲戚 在微信透露收到得奖消息 全家都替他高兴 大徒悠悠就很低调感 叫他们不要帮他宣传 不过就算不宣传 仍然有大群民众 拥到他宁波的旧居里拍照 有家长就说 特意带子女来 希望可以沾起起 让小孩读书读得好些 亦有传媒找到他 50年代 在中医研究院做研究实习生的照片 看来他想低调都很难 好 回来 生日蛋糕 其实我们作为收废电台 就不肯能够这么细节的 在这里吃东西 有多好啊 现在穿近帮不好意思 但真的吐河没得聊 有多好啊 是不是陶悠悠这个人呢 我先想一下 我相信大家 陶悠悠拿这个 今个星期做你老母中国的时候 我已经很惊讶了 知道今年有中国人 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拿了这个诺贝尔奖 简直那个震撼就等于 当日有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拿这个奥运金牌一样 对我来说 是没可能的事 因为中国是一个低级的民族 只要他不想能够开放思想 其实是很难拿到这些国际级的大奖 我的看法 所以我是震惊的 好了 现在终于是土悠悠灵的突破 土生土长 没有去过外国留学 更加重要的 也没有什么博士学位 也不是两科院的院士 即是他做不到科学长 一定做不到 当然不够资格 好了 拿了诺贝尔奖 我想你们想说就是 客戈好 我先拿一条蛋糕 怎么了 你在在此之前 有没有听过这个陶悠悠的名字 我还没听过 第一这个姓我也少见 名字更加怪怪的 我还以为是看武俠小说就大了 那个陶嬌嬌 那个是什么 绝代双嬌 绝代双嬌 一个陶嬌嬌 也是一个陶 在无数的绝代双嬌里 就是神仪轻飾演的 神仪轻飾演的 房源新版本 她的女儿 她的儿子叫李大嘴 是王生 即是茂嬌嬌飾演的 对不对 杜杀的那个男人 不认识他的名字 好 阎鸡是否认识陶悠悠 绝对不认识 我想会认识 听都没听过 好 好男人都没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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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人不认识 我做新闻都没认识过这个人 陶悠悠悠这个人 我当然要立即做资料 其实很有来头 我们竟然不认识他 实在太难了 这个奔走 当然了 尤其我们看一段片 更加好笑 一个陶悠悠 他现在在北京住的 一登龙门 就升价十倍 那间旧屋是说值亿纠几 屌你老母是 首先我说家长 带了子女去 希望亲近静静静静 我们这些国家有什么 这些东西可能有进步 你说有一天 陶科学家他不是医生 真是百年龟老的故事 那别人留在一个景点 用来给别人去看看 始终是一个人物 那我们都不妨 喂 立即屌你三个日子 不是两个日子 带了子女去亲这些旺气 你屌你老母是 你不如屌你老母是 你叫个儿子 你考试合格的 老爸请你叫儿子 女儿你考试合格的 我买个爸爸给你 那儿子叫鸡女儿 爸爸是有点不公道的 喂 纵实就得多 你真是愚昧到愚痴 那我呢 其实想说几点而已 首先陶丘丘举了 诺贝尔奖之外 国家元首 首领 什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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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虚陷了 走去探望他 那下面的实骄 他住在普通大厦 喂 陶小姐搞不好 八十多岁 就叫他多多时间休息 陶丘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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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 抗藥是誰的 抗藥 抗藥疾的藥 清高素和商氧清高素的發現者 抗藥疾的藥 用於治療藥疾 足夠數百萬人的性命 特別是亞洲南部 非洲和南美洲等等 最主要是當時打越戰時代 藥是很大的發明 不用知道了 很大的發現 足夠很多命 其實我插一點 其實中國人一向以來對藥疾都是有研究的 最主要的醫藥疾是什麼 哪種植物 最早期的一種叫金雞納樹 就是有先武路 金雞納雙酒 就是那種植物 那種植物就提煉了一種叫灰靈的東西 在溝雞面酒那裡 溝雞面酒那裡有什麼 是不是沙達水 沙達水 沙達水就是沙達水 但我不知道想說什麼 還有一種喝料的 那種就是含灰靈的 那些傢伙喝酒的時候 醫藥疾 這樣去用的 OK 它最主要呢 其實有些我相信你們未必是 不要說話 不要聊天 我真的很糟糕 做節目我們這些真是搞不定 在現場都要我發揮的 一說話真的會脫掉的 你看我聊天 有沒有搞錯 做節目做到聊天 真是 我也不知道去哪裡了 講到途丟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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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主要是没有博士学位 没有留学背景 没有院士荣誉 似乎好像刚才没有人认识他 但其实是怎样呢 其实我想告诉大家 他2011年 他是拿过 葛兰素史克生命科学 结出成就奖 听名字就知道这些全是外国势力 真是好东西 也拿过拉斯克奖 临床医学奖 亦都拿过 2011年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医科学院都给他们的结束宫献奖 2012年就拿过 中国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 不知道是什么 其实他拿过很多奖 当然 等于你拿过很多世界冠军 你一天拿过拉贝尔 硬是好像差一点 我其实只有一个问题 我全部不是因为 他值不值得拉贝尔 既然拉贝尔伟大的鬼佬 挪威人 认为可以给他奖 就肯定是可以给他 我的问题就是 你老母 我们的孔子奖 去哪里 哈哈 一个这么伟大的科学家 拿过这么多东西 你的孔子奖 去哪里 以及孔子奖 究竟是怎样 出来的 孔子奖 那些是打对台的 其实就是用来跟罗贝尔打对台 很重要的 但是 好了 我们最有印象就是 孔子奖 去颁几菜 有些人就不去拿 大部分人都不去拿 就算有些人去接刀 那就很奇怪 又用一条红绳子奖 就够钱 用一条红绳子奖 大家听就听得多 今天我准备了 究竟孔子奖是怎样的 原来孔子奖真的是个奖 喂 播一张照片来看 Operator又在走 Operator 走开了 一会儿 不想办 你想怎样做节目 你想做节目做到这样 你真的不能做 不要发围 孔子奖 我真的是发围 我做了成日功夫 做一个节目 你想不可以 不停被这些事 做一个节目 我做八九个钟头的资料 然后做几个节目 你全部没人配合到的 你这样做什么 你这样做什么节目 做什么台 说个一百次 完全弄不到 一百次 做节目做什么 自己做什么 又是这样 做什么 你便没有进步 便没有要求 这是基本的 说什么 不用去 不说 好奇怪 你会否对论 诺贝尔奖 我不知道说什么 当日是怎么说的 这班官 为什么 应该 应该 颁给刘晓波的时候 怎么说这个 诺贝尔奖 应该说是外国的东西 就是不值钱 在国内来看 不值钱 什么东西 下家佬 反正就是外国 不然他都不会出孔子掌出来 对 但是当时因为 诺贝尔奖给刘曉波 才会出孔子掌出来 如果没有孔子掌这家 正确实是这样 但孔子掌 你又不给 陶友友 然后 你说你没有错 他们这班人觉得 红为我感觉 那是甚麼意思? 共產黨是這樣的 沒有壞一標準而已 總之他說 這些人不讓劉曉波 因為牽涉到政權的問題 他就覺得是外國勢力干預中國的 這些就是垃圾了 同一個諾貝爾獎 劉曉波就叫做外國勢力干預你中國 你給個獎項來 說真的 你認真是自己偉大國家 你根本由頭到尾 你中國人就是自卑 客家老闆 十三億的就是禽獸 說完了 就是自卑 你如果真是以不以獎項為惹 你根本是在心裏 你根本是不會想到 你就做好自己的事 現在好了 這一巴掌 我們當然不會陰謀到 覺得有人專門頒這個獎項 給一個沒有博士學位 沒有不是院士 而最好笑的院士就是甚麼呢 昨天看資料才好笑 你江澤民的兒子 一讀完書回來 就是做庫院獎 這就是中國的 就是你們偉大的中國 聽到我們節目的 我就知道一定是反中的 起碼很討厭共產黨 老實說 我們做人 不是因為你 我經常覺得 因為你的理念高尚 於是 其實理念高尚 是否可以走卑鄙手段 可以的 不過麻煩你走得厲害一點 就不要走一些小家子的東西 你不要每次給出來 你說真的 我今天想說TTP的 真的不夠時間說 你根本就是自卑 現在整個世界 你看以美國為首的 已經是整個另一個經濟組織出來 基本上 不是圍堵你 而是孤立你 你達到這個標準 你來吧 總之就是浪費氣 一句話說 但圖丘丘是否值得下這個獎 我覺得 那鬼佬給他這個獎 諾佩爾獎 他一定是有料的 一定值 而且老實說 只是這件事發現了一種藥 可以醫治好藥疾 如果不是 不要打算醫治學昌明 是一步一步行的 可能到今時 今天藥疾都是要人命的 在非洲 Berry 你的資料有沒有提到一件事 圖丘丘為何令到我們 長期做室民工作人員 都不認識這個人 是 你有沒有這些資料 原來這個圖丘丘 他比較低調的人 就是專心研究 原來就是中國那些教育制度 他的官僚系統 第一 他原來是十幾年前 已經 外國的人覺得他已經有註冊拿的 為什麼不讓他拿呢 原來理由是 中國人自己格的 他說不是他一個研究的 是一大群人研究的 當然 說過的人 可能是包括我的 這種心態 就是說你不要只給他 除非 包括給我就不等 你老實說 這些不是中國人 這些是中共人 所以他得獎 他強調獲獎的 中國科學家集體的榮譽 我想他真的由中之言 真的覺得是自己集體的榮譽 但是 在外國人 剛才說他在2010年 其實一直有 1990年紀念 很多獎項 但是 他的領導 你說真的 制度就是這樣的 因為你不是明星科學家 不是他們心目中想捧那個 是的 全是說著數 說著利益 這個就是共產黨 你在一個這樣的體制中 怎麼會有真真正正正 其實這是一個奇蹟 怎麼可能會有真真正正 出到一個獨立的學者 你只是看香港 港大事件 怎麼會有一個利費 一個這樣的同家產 你兩位 他都這麼多 雅姿雅莊 就是這樣說得完 準備好沒有 那張照片 孔子掌 沒有收過 沒有收過 OK 好 沒有人收到照片 OK 好 下次回來再說 送棍狗子